那我們自己台北市有未來有加購第三劑的計劃嗎 我們有編了28億的預算 對 我們公文給他不曉得他回了沒有 那個防護 甚至我們有沒有考慮 還沒有回來 公文還沒有回來 那除了疫苗之外那28億的預算 我們有沒有考慮最近呢 輝瑞也出了一些口服藥或什麼的 好幾間廠商 這個部分台北市政府有考慮嗎 還是我們只有考慮疫苗的部分而已 我們其實給他的公文有包括這個口服藥物 我們的預算是希望說是疫苗或防疫物資 所以防疫物資也在我們的計劃裡面 是 好 那我今天的重點呢 我是要問 你看 剛剛市長你也說了 因為中央他可能 你也認為嗎 沒有好的採購計劃 甚至在立法院裡面 他們有所謂的疫苗調閱小組 從來沒有開過會 包括採購的價格等等呢 都沒有公開透明 所以很多事情大家都不知道 等到來了才發現 未來台北市在這個疫苗的採購上面 如果市議會成立調閱小組 市政府這邊的態度是如何的 會願意把資料公開嗎 你們不用調閱啦 我的個性早就全部公開了 一定是跟你講價錢多少 跟人家談多少 戏約是這樣 還沒簽之前要保密 簽完就沒有什麼保密的問題了 是 所以你也覺得說這個簽完就沒有保密的問題了 那為什麼中央到現在 包括這批的AZ的疫苗 他們總是到現在喔 人家去問都還是說 這個因為是機密喔 我們不能講出來喔 講出來的話可能會有人不高興等等的 為什麼還會有這種情況呢 我跟你講我們立法院也有五名立委 我叫他們去問 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問得出來 問什麼東西問不出來 價格啦 會議紀錄啦 契約啦 沒有樣問得出來 那他們都是用什麼樣的理由回覆 你說不行呢 他說問這個問題就是拘心剖測 拘心剖測對不對 可是我們台北市要去購買疫苗 購買未來藥 購買這個口服藥 我們就沒有拘心剖測的問題 我們就可以大大方方的公開 市長這是我們台北市政府的承諾嗎 對 好 這是我們的承諾 很好 就是要這個氣魄 因為所有的資訊這用的我們是市民的錢 用的是納稅人的錢 本來就有義務要告訴大家 這筆預算是要如何來使用的